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的胸腔科的医师 也是呼吸科的医师 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我的画面就在回想 你如果是女医师 这样比就不太好了 不然我怎么比 所以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有回忆到 我一些病人的 那几个病人的症状 真正告诉你们 有时候平常一点传 你看到我忽然之传 也许还好 但是如果是那种连续传的 连续传的 那个传是不是真的 你们看得到就 就是那种感觉就说 输不起来 那个点只有你自己感觉到而已 外面感受不到的 那我记得我印象中 俱身客有一次门诊来的时候 有个人 他是一个 我们知道老人家退休没事情 然后就在公园里面 唱歌嘛 他是一个教大家唱歌 每天都 每天没事情都在 我比马朗卡临近很大声 在那边 对不起 选错歌别了 那就是 就是 就是我唱很大声啊 然后这半年里面 他说 苏星 那个 那个 Key给我下降一下 嗯 哦 唱不上去了 对 是不是 这个 这个Key不行啊 这个 这个有点感冒 请你把我的Key再下降一下 然后他们发现到 我的老师常常在 飙高音 可是 这半年里面 他是飙不上高音的 哎 他就 不晓得怎么演 就跑到门诊来 我就看 啊 唱不高音怎么找我 你们在想 唱不到高音怎么找我 我又不会唱歌 刚才听就知道 我不会唱歌了 但是 我就看到他那个 有时候我们的眼神 那个眼神就是一个 那个游宜的眼神 我们讲游宜的眼神就是 没法定格 他跟你说话 你现在跟我说话 我跟你说话 我有法定格 因为 跟你说了 有几秒而已 这个人说话 应该是有真实的存在 然后后来 我就给他照X光 照完X光以后 当然了 狂然大悟了 那肺部里面 就一颗一颗 一点点的 一个肺癌转移 这样子的形象 有肺癌啊 可是他表现的就是 他的功能唱不起来啊 可是 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可是他就一直在 Decay Decay慢慢的减少 所以 这部分有时候 我一直告诉你们 一时之间的 比如说 看到 邓大哥 一时太帅了 一时 瘦不起来 一时而已 那不用等于 但是如果是 这个常常发生 就是吗 你老是常年累月 这样子吗 对对对 如果常年累月 你慢慢说 我越看他 越来越喘的时候 这时候记得要 不是找主医师 就是找我了 我们这两个就是 兄弟好的 好好科别 那你这样子 一天要看多少病人 一天啊 因为现在 因为我的科别 现在我比较 ship到重症医学科 所以我的病人 比较严重 因为年轻人 他们药就给他们 然后我越来越老 就没有病人了 对啊 就找不到病人了 找不到病人 心胸越来越宽广的 对 所以其实 我会告诉大家说 很多东西 在旁边 跟你一起唱歌的人 或者跟你说话的人 他可以感受得到 有没有人说 连站起来都会喘的 站起来 这个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上下厕所的时候 刚好 这个场合遇到 那个阿嬷阿公 都不好意思说 有时候他一上下来 就 喘了去以后 才会回来 对不对 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因为那个 因为你大小号 那个厕所那里 只有你一个人来 又没有监视器 所以大家就 好 然后又再喘出来了 其实这个部分 我之前就遇到过 太多了阿公阿嬷 甚至不是阿公阿嬷 就五十岁块六十岁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他们觉得 很丢脸 上一个厕所而已 干嘛 有超过五十岁的男人 就站个厕所而已 为什么他五六十岁 上个厕所站起来会喘 那个病人 那个病人是因为 他藏起了老烟枪 导致的慢性主 载性肺病 所以他 又变咪了 后起来 好喘 是这样子 可是那瞬间 他讲得很 很 很 所以我才能够 恍然大悟 有时候 有时候我问他们 你大便 起来的时候 或是什么 那瞬间 会不会喘 那个 那个非常准的 比平常那个还更准 老烟枪 对 那 肃清说 喘 也可能要分 他们有没有伴随咳嗽 是 像刚才黄轩医师 有说 那个 连上个厕所 要从马桶上站起来 都很喘的那个人 他说那个人叫做 慢性肺阻塞 就是 我们叫慢阻肺 气壳 COPD 这种人 他通常呢 除了喘之外 他都合并有咳嗽的症状 我印象中我之前 采访一个人 他就说 他 其实他们整栋楼的人 就是他们公寓 都认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只要一起床 第一件事 就会狂咳 要咳到把他那个痰 都吹完之后 才不咳 咳又超大声 所以他咳了 大家就哭了 他就闹钟 你知道吗 可是很多人都跟他 一样都觉得 因为我平常是有補婚 所以補这些年 我会咳嗽 我有烟痰 老痰 也是合理的 所以他们就没在管 就后来呢 好像走路也开始觉得比较喘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 我年会到 我也会喘 所以直到有一天 是怎样你知道吗 就是跟家人去爬山 体力很差 因为本来就会喘 结果没想到真的爬没几步 后来 觉得他气喘不过来 就昏倒了 昏倒了 就赶快把他紧急送医 才知道说 其实他就是慢性肺主射 而且他被功能已经很差了 就医生说 你这种你知道吗 这种 大家可能不大认识这个病 可是这个病 如果说你一次急性发作之后 把你送去住院 你有十分之一的死亡几率 这么高 那他为什么会得肺主射 他们说慢性肺主射 就是通常最常见的 第一个就是抽烟抽很久的 就老烟枪 那之前呢 也有发现就是 我报导过一个 就是他常年是在那种 环境比较 空气品质比较差的地方 密闭式工作的人 就是我工作环境是比较密闭的工作人 所以等于说年龄的因素 在这样累积的污染因素 就使得他年纪稍长 第三个就是年纪通常比较大 年纪稍长之后 就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那肺主射是哪里主射 他肺主射就是说 我们的气管 我们的自由收缩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排弹 可是他这个能力已经变差了 所以他甚至最严重的是什么 最严重的是呢 之前有一个小姐说 他一开始觉得他爸爸是不是 怎么回事 突然间开始乱说话 就好像有幻觉 然后呢 后来就昏过去了 昏过去就送医啊 送医之后才发现 他那个时候 其实可能有一点点小感冒 然后一般人小感冒没事 他爸小感冒 怎么搞到 开始乱讲话 然后昏倒 然后送去医院 因为一抽就说 你知道吗 他二氧化碳浓度太高 原来就是他呢 因为换气的问题 肺的换气功能已经很差了 差到那个二氧化碳出不去 塞在里面 他把他自己差点闷死了 后来就说他们这一款人 如果你伴随着 那种感冒的季节来了啊 他肺炎感染啊 可能就造成这种 就是马上就是换气的问题 就真的可能会死掉 那吴彭凤啊 他三月说他 胸闷喘不过气 五月就出事 你觉得 这个有关系吗 我刚才一直在想说 这个说不定 朱医师也有别的解答 因为有些人 我不知道他在胸闷感觉 有一种啊 心脏问题啊 是跟中风很相关的 他是一种特殊 一种形态的心率不整 那有些人在心率不整的时候 他觉得是小鹿乱撞 看到黄轩的很坚定的小鹿乱撞 太烟了 太烟了 就是小鹿乱撞 可是有些人 他说不定 他感觉到的不是小鹿乱撞 是觉得就是胸闷闷的 或怪怪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 你其实有特殊形态的 心率不整的时候 有时候他没有多久之后 可能就可能形成血栓 就可能中风 所以还是可能有关系 只是他 检察官只说了他中风 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种形态 朱医师你感觉 他这个可以归纳成为 叫做猝死 就是在发病前 死亡前都没有特别的症状 我们可能说是 一个小时或是一天 那最常见的 当然就是心脏的因素 心脏血管的因素 那心脏血管的因素 可能就是像 有的是心肌梗塞 或是像这个 可能就是血管爆掉了 就是中风或是肚塞 那其实他为什么会喘跟闷 其实我们就在想 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些高血压 或心脏腮截 或是高血压又没控制了 你要知道很多人有高血压 但是他三天晒网 两天打鱼的 就是吃吃药 就觉得血压降下来 他就不吃 结果过两天 就血压飙得更高 像前几天 那个天气一冷一热 或者是 这就很容易造成 突然的血压再飙高 飙到180 200 可能就中风 就过去了 那所以事实上 其实看这个情形 它比较 我要故意讲一下 黄学黄医学 它可能搞不好 不是这么 完全是肺的因素 搞不好 是因为是心脏 或者是血管的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 那刚刚讲心肺心肺在一起 其实喘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当然肺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都是心脏 那刚刚素卿姐讲的就很好 如果没有咳嗽的喘 那你就要更小心 可能就是心脏更不好 没有咳嗽的喘 对的喘 那像有咳嗽的 我们可能就像刚刚讲的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或是气喘 我记得我小时候邻居 每次你晚上 你就听到一家在那 一直咳 一直咳 全部都被咳醒了 就像刚刚早 那等到一变天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就一直在喘 一直喘 这个我们就知道 那个就是肺部的问题 那为什么变天会喘 因为气候突然改变 那个支气管会收缩 或者是气压的改变 像刚刚讲的 我们一个是抽烟 对不对 另外一个其实你看 英国为什么 那个阻塞性肺病最多 因为那时候烧煤 我们以前小时候家里 都不是烧煤球吗 对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好一点 可能是烧瓦斯 可是都还是有一些煤煤味 那所以以前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不知道我六字头 不是我六字头 那烧煤球的时候 你知道一烧完 那个煤一直吸一直吸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一边 一边烧煤球一边咳嗽 烧完煤球咳嗽也好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肺阻塞 肺脏的问题 那可是呢 像那个我们吴鹏 吴鹏 他没有那么多咳嗽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直喘闷 喘闷 喘闷 这时候我就要很担心 是不是因为心脏血管的问题 那可能高血压是一个最重要的 还有一些三高 让他血压没有很好的控制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高血压的病人讲说 你要停药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量血压 结果他也不量血压 就自己就停药 这个血压就飙到很高 对 那这就很容易出事 邱医师啊 说他们台湾脑中风学会 制定了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口号 就是你如何判断你中风了 来 什么口号 我们叫做FAST 就是英文缩写每个字的字头 就是FAST 那F第一个字就是FACE 脸 发现脸部的表情不对称 Y 对 那第二个字Arm A开头 Arm是手臂 麻木或是麻痹或是无力的现象出现 那么S的话就是Speech 就是说你讲话表达 结巴了 或是讲话大舌头 或是语词不清 对 甘滑甘滑 甚至就是没有办法回答了 已经变成字字呜呜这样子的 那第四个T就是Time 赶快证试试先送医院了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不管有没有做实际放学 我都会建议就是 不要浪费时间 通知急救单位 赶快送医院 你刚才说 因为你是专科医师 你要针灸 所以你要赌中 强奸妾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一半人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中风了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实知道自己中风的人 其实不多 因为当下呢 我刚讲人是已经头脑发胀 有点快要混乱那种感觉 所以他其实是在等待救援 等待救援 如果他能够 还能够知道自己要求救的 通常非常轻微的 他不会在乎这个 这就是忽略 会忽略自己的状况 他不晓得说 他的轻度 所以如果轻人状况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赶快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帮他刺手指头 可以刺手指头 对 就是我们只能做这样 但是不要流太多血 如果说跟他感情不好 就从后面把他打下去 不要流太多血 有三口 他只是要取一个 末梢神经的刺激 让我们的中枢 中枢的这个 控制血管的高压的 这个方向从周边 去松解掉这样子 邱医师啊 家里有三代中枫的家族史 是 所以你会煩惱自己的中枫吗 三代的意思是 你阿公也有 阿公 你爸爸 我爸爸的爸爸 我爸爸 我爸爸的妈妈 你阿嬷 阿嬷 还有 我 我妈妈的 妈妈 你是 外嬷 外嬷 你是在旁边 旁边就是 这个 都中枫 而且中枫 女方的这边 阿嬷 这些少年就中枫 最少年的几岁 七十左右 七十左右 但是我就没看到 因为我两个阿嬷 我出学的时候 我都没看到 阿公 这个是 差不多 八十 但是我爸爸 七十左右 我年轻 刚才来说年轻 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其实 在我求学的阶段 就是说看到 在照顾阿公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爸爸 因为我们年轻 不会想到自己 有可能性这么早 所以我那时候 在独一学院的时候 就是立下之乡 我要朝脑中央这一块处理 那邱医师可以请教你 也就是说 你觉得你是怎么自己 四十一会儿就中枫了 这个部分要先讲一下 大概当时的工作背景 因为我那时候在高雄长庚服务 那么到年底之前 都要赶一些研究计划 还有我本身呢 还有赶一些论文的修改 以及呢 我当时还在读 成大一共所的博士班 所以在这多重压力之下 其实时间是被压缩的 那么就是吃跟睡都不是很规律 很正常 那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没有人会预期到自己会中风 我那时候认为说 我的体质状况 每一年我们都有在做健检 那么应该没有关系 应该自己才能够耐得住 而且才四十一岁 那没想到自己这个中风发生的时候 才赫然惊觉说 原来我并不是因为过劳死于 心肌梗塞 或是心脏修复 而是中风 那这个结果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其实中风对一个人来讲更可怕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 不会啦 你结婚不 我结婚 结婚就是太太又改召 中风不一定很刺啊 不刺太太不离开 不行啊 他可怕的地方是说 你知道自己失能 却又无能为力 能为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有的那种担心很可怕 再来是惊吓 因为在中风的当下的时候 其实你完全不知道 你自己有一边没有力气 是你看到他们在动 可是你却感觉不到 他们在动的时候 有什么意思听不懂 那症状是什么 那时候是头皮发麻 然后一阵脏 然后就是眼睛的视野突然间变小 好像有荊棘从我眼前这样集中 然后我突然间 什么东西往眼睛集中 就是荊棘啊 像那个睡美人 那个树啊 一直爬城墙那种感觉 往眼睛周围的中间集中 那集中的过程 我想说这个是不是我太累了 结果后来我再要往前走的时候 我发现我脚明明有跨出去 可是我感觉不到地板 这个就像刚刚肯定大哥讲的 我看到一个人 我认识我拍他 就拍的时候 怎么我手画空了 没有拍到那个人 那个你会不会吓一跳 会哦 你明明知道这个地板 你踩下去可以继续走的 可是你一踩 却感觉踩不到地板 脚跨出去 踩不到地的感觉 对 要跟他跪一下跪不到 然后脸部是麻的 脸部的话 基本上那个时候 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脸 是怎么样的不对称 只知道这个头皮 整个脑子是胀的 然后视野是有经济 往中间集中 对的 中间集中 那么很短的时间 因为我本身就是 因为你有警觉 我跟你说一般人 搞不好还没有警觉 那是中国 一般人一定是继续往前走 一定就倒下去了 因为不协调了 这个无庸置疑的 不协调了 一定会倒下去了 对 你准备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我刚好走路 要去开乐会 我们脑神经科的乐会 要走到另外一个会议的场地 所以还在医院里面 那么在走廊走的时候 发生这个事情 马上我就停顿了 那我旁边的助理 你问我说 邱医师你还好吗 那个时候其实我讲不太出来 哎呦 我想讲说 我好像乖乖的 可是我脸乖乖的 这三个时候 我就说我 然后突然间 刚那个情况 一出现之后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赶快帮我去签到 然后你们一个人 帮我去找医师 来帮我协助一下 你话怎么还讲得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 停顿的那一刻 我要先判断我自己的状况 我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 可是我开始讲的时候 停顿的时候 跟结结巴巴讲说这些话 那讲出来之后 他们就一个去 帮我报告那边约会 然后签这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一个人 帮我通知我办公室的同事 来协助我 那我个人就是靠在墙上 因为我右边 我确定我的右手 是没有办法给我功能的 看他动可是没有办法失利 所以我连拿电话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十年前 那个手机套都不会 要别在这个口袋 那个腰带吗 就是要搬 那像柯文哲啦 你现在搬你的电话 你那时候 弄起来那时候 带 拿不上去 那时候我就 不做这个动作了 靠在墙上换左手拿 拿的时候我确定说我同事要来嘛 那这中间我还这个 就是我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我拿针直接 从我左边胸口口袋 拿针出来 退插销 直接针往我头上的 督麦 一个穴位 因为你是中医师 对 我本身是那时候 都是在职业中医 对 我就是 基本上就是跟 中医相关的 脑神经的 专科的 这些的 研讨啦 学习 我都还跟我们的同事 你随时自己走这吗 对 因为我们常常要去做会诊 那身上都会带着针 比较方便